现在是星期天的上午九点钟 我在这个莫西哥城的 还是这个Angelo Tower天使塔边上 今天呢这里就是把公路都终上了 然后早上呢有很多的自行车的人在这边骑行啊 还看到刚刚有一群人在那边锻炼身体 真的是非常丰富的这种休闲运动啊 这个星期天的上午在这边逛一下 这感觉到糟气十足 这是我们在莫西哥城的最后一天 今天我带大家先看天使纪念碑地区周日上午的街景 之后我再带你们去看墨西哥城的富人区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 我是追风 我在美国做房地产投资 实现财富自由之后 现履居在墨西哥 如果你对美国房地产投资有兴趣 欢迎领取我写的电子书和加入会员频道 学习美国房地产投资 信息链接在评论区 我刚刚经过的那条小街啊 就是一个步行道 那边呢是没有车辆的 我这次其实一直在找这条街 想晚上过去逛一下 感受一下这个酒吧街的气息 但是晚上呢带着小孩 觉得有点太远了 我们就没有去 其实呢离我们住的那个酒店还是挺近的 我们刚刚在从那个改革大道散步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了 我说哎这不就是那条步行街吗 我记得肯定就在这附近 所以呢我们就过马路过去逛了一下 看了一下这个早上的步行街的气息啊 看到一些员工呢在打扫这个酒吧 一个晚上下来的那些脏乱啊 看到有些人呢在马路上继续的喝酒喝啤酒 就肯定是超市里买的 那些啤酒罐在那边喝 还有很多的小商铺呢 小商贩已经开始在卖 卖东西了 卖吃的卖早点 就生活气息非常浓厚 也看到有一些警察呢一清早 就是在那边开始巡逻 还有些警察在吃早餐 然后沿着这边走过来呢 这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就像上海的人民广场一样 一个非常大的广场 这边呢就是地铁站 所以呢也是在市中心啊 一路上小街上面还看到有这个叫什么 Popeyes KFC 还有那个吉野家都在这边 所以很多的小餐馆也在这边 其实我是挺喜欢这种气息的 就感觉就是非常生活气息浓厚 想到以前自己年轻的时候 在外面喝酒也会喝到天亮 所以就这边就感觉看到很多年轻的人 刚刚有一个男孩子走路都走不稳 走到我们面前差点撞上来 估计就是喝了一个晚上 哇 它是挺干燥的 等着人们去清理这边 现在是早上10点47分 我们现在呢正在去墨西哥城 最富裕的一个区 叫做Planco 这边呢是很安全 一个富人区 有非常高大上的商场 非常漂亮的林英大道 这个绿化地 还有很多的公园 很多的这种小餐馆啊 咖啡厅啊 坐在马路上喝咖啡 吃西餐啊 所以最后一站 在回克雷塔罗之前 我们就到这里来呢 逛一下拍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呢就走在 Planco社区的当中的 林英大道上面 这也算不上是非常大的林英大道 就当中的一条 有树的小道上面 因为这个社区呢 当中就是这么一长段的 这个可以步行的地方 在夏天或者正中午的时候啊 还是有很多阴凉的地方的 这一路上走过去呢 会有会遇到很多的 这种小的公园 刚刚刚走过来就看到 两边呢 有很多的这种公寓啊 还有小街上的一些别墅啊 所以这里的房价也是不菲 如果是租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一个卧室的这种公寓 也起码要1500美金的 所以这边的租金呢 也是不便宜的 看到我身后那群人了吗 他们在干什么 在打太极拳 太极呢 在墨西哥也是非常流行的 一项社区的早晨的运动 这边有一群小孩在 好像是在华冰 这种汉冰写的课程 卖气球 街头表演了 在吹笛子 这边还有一个保安 还是警察在这边 利比亚的这个领事馆 在这里 我们刚刚呢 就是在这个林小道 然后就右转 因为我们要去林肯公园 林肯公园那个区呢 我记得是有很多的这种 餐厅啊 咖啡馆啊 非常小资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刚刚经过的 你看我后面那条小道 就真的是感觉很清静 很清静 而且可以听到鸟叫声啊 还可以闻到非常香的 树上的一些花啊 种子的味道 非常的香 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非常的好闻 其实就是 我非常想念那种 这种感觉啊 就是走在这种 非常安静的 这种小街上面 然后非常的地道 当地的感觉 完全不是游客 游客拥堵的地方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就到了这里 我觉得是最小资的 一块地方 你看这个路上啊 小街上面 都是这种 可以坐在外面 用餐的地方 然后我们现在 要经过一个 吃早餐的地方 这边还有一个市场 这边有很多的咖啡馆 还有人在演奏小提琴 富人区 Planco 给我的感觉 就如上海的新天地 这里看到的是明显的富人和穷人两极分化 这里的餐厅价格几乎都如在美国高大上餐厅用餐的价格 在这里行走 看不到一家普通小店 连24小时便利店都没看到一家 所以刚刚呢 我儿子在哭闹 知道吧 一路上 折腾了大概有十分钟 现在终于平静下来了 因为我们刚刚经过那个小池塘的时候 有一群小孩在玩那个遥控船 是可以租的玩的 那我跟我老公说 就让他玩吧 反正也没什么事 这个一个公园吧 那我老公呢 执意是说我们先逛 逛好了之后再玩 不然的话你一玩 你让他走了 时间到了 然后他还是要哭的 还是早哭晚哭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小孩子就得闹腾 跟他解释了说你表现好一点 待会儿走的时候玩 他就吵着要玩 所以说旅行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这种小插曲 每天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小插曲 所以我想说的 就是说你每小孩的时候尽量多旅行 有了小孩之后这几年旅行 真的就会非常的闹腾 他会打乱你那个心情 你知道吧 你本来挺开心的要到哪边去 他就一会儿哭了 一会儿闹了 一会儿要抱了 所以说趁着没小孩的时候 二三十岁 没小孩的时候多旅行 还好我那个时候 已经看了很多地方了 所以现在这几年 带着小孩之后旅行了 也是会很闹腾 有时候就心里就是 真讨厌啊 没小孩的话多好啊 一个人出去旅行该多好 据说 Planco住着的富人 被墨西哥百姓们称作 White Chicken 有很多墨西哥犹太人住在这里 当然也有很多外国人选择租房在这里 我感觉这里不是真实的墨西哥 也不是典型的墨西哥城 当然也不是我喜欢的墨西哥的样子 坐下来吃冰激凌的时候 我看到灵桌的带孩子的家庭 都带着保姆看管孩子 这也是墨西哥富人阶级的一大特征 外出吃饭喝酒都带上保姆看孩子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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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圈都完了 刚刚吃了点冰激凌 现在差不多 要回家了 差不多了 现在中午十二点半 走到停车的地方半个小时 一点钟左右 路上大概还要两到三个小时时间 看路上的状况怎么样 整个旅程还是挺不错的 虽然说时间比较紧凑 带着小孩看的东西也不能太多 因为他下午也会累 感觉就是以后有机会 我就在想到墨西哥城 住个一两个月 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 这样的话我跟我老公两个人 就有更多时间去看更多的东西了 旅行就如人生 享受的是他的过程 走着看着 也会给自己多些人生的选择 以前没去过墨西哥城的时候 真的可能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他的 但只有去过了 才能感受到他的与众不同的吸引力 如果您对墨西哥有兴趣 请点击收看我频道里 更多的墨西哥旅居的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请点赞订阅吧 下期节目见 请订阅 欢迎订阅' assigning 所有词 wordt到飞在一起 看时 这个村子 对鸭西哥 不 G Pfizer F K -